小胖子今天要出门上学 结果刚开开门 这是什么 怎么家门口被堵了一块大石头 他赶紧找来大胖子 大胖子一看 这显然是讨厌的邻居 大瘦子干的 他和小胖子一起追 可是推不动 这可怎么办 大胖子赶紧跑到屋里面翻了翻 找到了一根长铁管 小胖子想 难道是这样把石头推开 这样跟直接推没差别吧 肯定还是动不了啊 不过大胖子当然不这么做 他果断将铁管插到石头下面 撬 居然真的把石头撬开了 这个东西这么神奇吗 我们来瞧一下这个过程 大胖子把管子伸到石头下面 之后刷下压这边 管就转了起来 不过铁管上所有的地方都在转吗 仔细看看 这一点比较特殊 它是不动的 而所有其他的地方都围绕它在转动 这样的模型我们起了个名字 杠杆 它就是能绕一个固定点转动的硬棒 这里注意一下 这个硬字意思是形变很小 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即便不是这样的一根棍子的形象 而是这样的硬术造型 只要翘的时候别严重变形了 同样也是杠杆 为了分析杠杆转动的过程 我们需要解剖一下杠杆这个东西 它有五个要素 我们一个一个看 上来 很重要的是这个点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转动过程中 唯一的不动点 这个点被称所支点 那么如果想要这根杆转起来 就需要大胖子这个力了 这个力被叫做动力 是使杠杆转动的力 相应的 石块这边的力朝这个方向 阻碍了杠杆转动 被称作阻力 特别注意一下 动力和阻力都作用于杠杆上 是杠杆收到的力哦 另外 大胖子的力让杠杆这样转 顺时针 而石块的作用力 则让它这样转 逆时针 动力和阻力 一定让杠杆朝反方向转 否则这样的话 这个杠杆都打圈了 那还有俩要素呢 我们来看看 大胖子撬完石头 小胖子也想试试 但它有点矮 只能在这儿用力 把身子都要飙上去了 才勉强撬动 好费劲啊 大胖子不是很轻松的吗 可见 作用在杠杆上动力的位置 也会影响转动 我们另外两个要素 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动力这边 对拥有动力B 它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 从支点O 向动力所在的这条线上 做垂线 要虚线哦 再画个垂直的符号 垂足为A 这样OA的长度 就是动力B了 同样的方式 也能够得到阻力B 先从支点O 向阻力的作用线做垂线 垂足是B OB就是阻力B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 这一段距离越大 越省劲 越小越费劲 总结一下 杠杆是能绕固定点 转动的硬棒 它有五个要素 杠杆上的固定点 叫支点 使杠杆转动力 叫动力 阻碍转动的 则是阻力 支点到动力 和阻力作用线的距离 就是动力B 和阻力B 你学会了吗 呵呵 接着 让你好